Hi 大家好 我是Mia Kirby 這個是原神5.0版本 納塔新區域 泳流地的這個 探索流程 泳流地算是一個探索度 正常來講會比較高的區域 為什麼呢 因為他裡面的這個部落紀紋 流泉之中的這個部落紀紋 在5.0版本是完完全全的 直接給我們 全部的這個 體驗 透過那個部落紀紋的其實是可以解鎖出 蠻多區域的 那邊裡面呢 也是有非常多的寶箱 等著我們去探索 所以 在這個任務結束之後理論上我們探索度 當然會相對於其他的區域來講會比較高不少 好那 希望這次的這個區域能夠比較快的結束吧 畢竟 很多地區都探了 結束之後還有巨石山要探索 還有活動啊等等的 然後處理 那我想廢話不用多說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這一次的這個探索流程 我的出發點呢會想要從這個 萬火之歐這邊 慢慢的呢往南部走 畢竟這邊的在這區往前走其實就是 永留地的地方了 那地區的話呢其實就在這裡 那上次呢我們還甚至能跑到那個料望塔去開那個寶箱 後來發現呢他其實算永留地的 然後 一路往前走之後我們會發現這裡有一個 疾風龍的 這個 魂赴 為什麼會放一個疾風龍魂赴在這邊呢 我覺得非常好奇 所以 很明顯是要我們往上爬 那就爬爬看吧 他會放一個東西在這邊其實是蠻 特別的 感覺是暗示什麼 好 爬的上來 這邊會有一個 限時挑戰 會不會是跟疾風龍的限時有關呢 試試看吧 20秒內開啟寶箱 平台跳躍遊戲 好 成功 好 成功 這邊拿完了上面有非常多的東西 這邊還算永留地喔 是喔 我怎麼覺得這邊應該要到巨石山了 Are you sure 真的還算永留地 OK OK 酷 I guess 這裡居然是永留地喔 哇 巨木人的位置判斷蠻奇怪的啊 算了沒關係 呃這邊好像有個解謎吧 然後需要火屬性的元素 杯 上面是有油漆 是不是只要攻擊有油漆的部分就可以了呢 這個也有油漆 小鬼巴突然喊了一下 觸發了任務 警惕的逆夜龍 我們是不是打得到他的用餐啊 看起來非常生氣 然後就直接打我們 二話不說就開打 雖然我是可以直接使用我魂副把他幹掉但是 這樣好像有點 沒品 呵呵 呵呵 這個件 知道嗎 啊是毛絨絨有什麼毛絨絨的東西攬住了你 活潑的棉駝獸 警惕的逆夜龍 他們兩個在溝通 原來你們是朋友嗎 看起來是在附近看管棉駝獸的人走過來安撫了逆夜龍 半手蛋你冷靜一點喔 就是因為你老是這樣清算的下判斷所以才是個半手蛋 抱歉啦他就是責任心太重看到陌生人靠近就會很緊張 不過也多虧他這麼賣力的看管棉駝獸我才能夠悠閒度日哈哈 所以他算是什麼牧羊犬 牧羊龍 所以幾位到這裡來是有何貴幹呢 我們只是在冒出次數探險 原來是冒險家說明在半手蛋眼裡你是個渾身散發出強敵氣血的危險人物喔 沒想到逆夜龍還可以幫忙管棉駝獸 之前遠遠看到他們還以為棉駝獸要被襲擊原來是我誤會他 常有的是 別看他凶凶的 其實和棉駝獸關係好得很喔 說是朋友也不為過 怎麼了小傢伙你也想和他們交朋友嗎 哇這麼激動看起來真的很想和他們交朋友 但說來也是 平常都是和我跟旅行者在一起 可以和動物交朋友的話 那畫面一定很可愛 被棉駝獸觸泳者的頑皮小 疾風龍 光是看到這樣的場景我就能夠吃下三碗火焰燉肉 啊不過也要看棉駝獸他們願不願意 畢竟友誼這種事勉強不來對不對啊慢手戰 沒關係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還有我們喔 雖然知道你是想讓小尾巴知道即使失敗也不用太難過但是也不用一開始就這麼悲觀吧 小孩子就是要多鼓勵才會健康成長的 所以多多誇獎他吧 這跟亞洲教育可不一樣 小尾巴一定可以的加油 亞洲教育你就是個廢物 所以你要好好努力這種動嗎這個垃圾 還怎麼還不可以去死 還不可以去死一死 恨不得你去死 看他信心滿滿的樣子應該是不用太擔心了 那我就回去休息了 遇到問題再來找我 啊不過找我應該沒有找半熟蛋有用 要說棉駝獸還是他最了解的 開個玩笑小傢伙希望你可以交朋友順利喔 棉駝獸聊聊看吧 好像拒絕了 該不會是因為我們之前很半熟蛋的烏灰讓他忌恨了吧 烏灰已經發生那也沒辦法 小尾巴我們再去其他地方試試看看嗎 所以 特別的朋友 其他棉駝獸呢 又被拒絕了嗎 好像失敗了 也有這種情況啦別灰心還有機會的 反正這裡很多棉駝獸 看起來這次真的打我到人家用餐了 就怪時機不好小尾巴不要喪氣 不要喪氣我們再去其他地方放過運氣 然後小尾巴好像有什麼想法 這裡還有一隻 還帶著帽子 這裡怎麼還有一隻呢 他怎麼了是被困在下面上不來了嗎 用木板 這些有木板喔然後放上大條路吧 直接這樣放就好了嗎 在小尾巴聽起來像是鼓勵的壓壓聲中 膽小的棉駝獸沿著剛才搭好的木板趴上來 面對熱情的小尾巴 看起來十分膽小的棉駝獸 沒有表現出害怕的樣子 反而是彎下伸直用鼻尖 輕輕碰了碰小尾巴 這算代表感情不錯吧 小尾巴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不對不對你真是在何賊較勁啊 不過他獨自在這邊還是有點危險吧 還是跟瓦達娜講一下這件事情好了 他要是知道小尾巴交到棉駝獸的朋友了 一定也會替他高興的 你回來啦小傢伙怎麼樣交到棉駝獸朋友了嗎 看你一副高興的樣子我也跟著高興起來了真好 瓦達娜也該多關心一下棉駝獸啦小尾巴交到了那隻棉駝獸朋友剛才 在好危險的地方喔 是這樣嗎那就要告訴伴手蛋就還要多注意點就好了 伴手蛋也太可憐了吧 被壓榨的勞工嗎 辛苦是辛苦但他天生就愛操心 要是不讓他看管這些棉駝獸他反而會教育到釣毛喔 所以現在這樣是最好的他完成工作會很滿足我也樂得輕鬆自在 不錯吧 對了旁邊的棉駝獸玩具小尾巴要是喜歡的話就送給你們好了 他還真是不客氣喔那就謝謝瓦達娜了 小事小事歡迎你們常來玩喔 所以我們是拿到一個收藏品了吧 對歇齊處喔 OK 又是一個支線任務 好然後讓我們專心的處理一下這邊的寶箱吧 到底該怎麼處理 該怎麼做 我們可以看到是有1 2 3 3個火元素唄 這是藍色的 這是紫色的 然後 這是藍色的 兩個藍一個紫 代表什麼呢 哼 我看 感覺這樣提示不夠多喔 我們先打藍色 藍色的看看嗎 他會閃 表示是有時間限制是嗎還是說 我們觀察一下喔 沒有 沒有時間限制 OK 寫在這裡啦 OMG 青藍色的 然後紫色 然後是深藍色 OKOK搞定了 所以是青藍色先嗎 對嘛就是一定有線索 青藍色在這邊 天空色在這邊 然後 我們可能要重置一下因為這個數據亂掉了 我先讓他們全部關閉起來 哇靠 要重置還真麻煩 來來來 這樣子他剛剛好 他會同一個 因為兩個都洗掉了 因為弄錯了 但他第一個不會洗我不知道為什麼 青藍色然後紫色 然後 最後一個是 開了 搞定 極潰寶箱 這裡還是泳流地 真奇怪 怎麼覺得一隻巨木人 巨山巨木 巨木山還是什麼的 下面有七天神像 這樣 好喔那這樣的話 我們這邊的任務應該這邊區域的探索應該完成了吧 我可以偷偷聽他的聲音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一隻兩隻三隻四隻 四隻都在 然後綿陀獸 走同類才能夠聽得懂他的話 這邊其實有兩條路可以走 一條是回到我們剛剛的那個高地 然後另一條 另一條路呢我們可以跑到這最高處看有什麼東西 還有一條路呢是可以往下走 那這個往下走下面還有個敵人 到底要怎麼辦呢 我們看看這下面有什麼東西吧 底下看起來好像 水池中有個圈圈 那個到時候再 然後遠處的寶箱喔 這個到時候再處理好了 我們先回到剛剛的那個區域 可以的話呢 看能不能跳上去喔 跳上去好像 難度有點高 太高了是嗎 失敗了 我們只好回到原點喔 再試一次 這次他出現了喔他很體貼 我記得原本沒有的 他這次出現了這個縫隙 這個通道讓我們可以走 謝囉 然後 仔細看的話 原來如此 好這 瀑布這邊還有東西可以探喔 然後這裡面還有洞 還有山洞在裡面 能去的地方蠻多的 這裡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是先試試看喔 這個 爬上去看看好了 好爬上來 什麼東西呢 拿你 砍 回個藍樹好了 把藍樹補滿喔 跑到對面 首先這邊好像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也沒有東西可以挖 這裡有個石像怪 石頭怪不是石像怪 然後我們再變回 疾風龍 再看一下 底下 底下就是海流浴 也是我們比較熟知的流浴地的樣貌 這裡呢 OK 沒有東西 好像鋪了個空嗎 不過這底下還能夠下去 然後對面這邊 哇喔 這有點太極限了吧 這裡有一個營地喔 有寶箱嗎 看不出來 有有一個戰鬥寶箱在這邊 然後我們已經跑到這邊來了喔 現在的探索的方針該怎麼辦比較好 因為這邊其實非常複雜 很多地方很多東西 高低起伏 各種不同的層面 我們可能除了這個組成以外的部分呢 先把這個 西邊 西半部的區域探完 水流區域等一下再探吧 現在大概是這樣想的 然後我們先走到接近邊緣處喔 這邊理論上應該是沒有東西 我們先回去吧 回頭把那個 前方的那個戰鬥寶箱先處理掉 那個位置蠻特別的 回好了 回滿藍樹 然後 跳下去 好 解決了 好 解決了 直接讓 我們可以使用炸彈的攻擊 是有什麼特別的含意嗎 還是說單純就是幫助你戰鬥 看不出的所以然來了 應該是沒有吧 然後 我們還是轉回 解決極風龍好了 畢竟我們還要爬上去 先把一些比較偏僻的區域探完喔 然後 這樣應該會比較好處理 那這邊看起來是沒有東西的喔 繼續往這邊走 感覺也沒有 倒是有個神童在我們南邊 這邊倒是可以 切換成 逆夜龍喔 遠邊那邊是什麼 好像沒看過 先不管吧 對啊 遠邊那邊應該沒東西 那邊是我們上次探索的地方 已經探過了 應該沒有遺漏才對 這邊又有一個戰鬥寶箱 非常鞭屁喔 接近邊緣喔 但是有個神童在附近 OK 來吧 來吧 打完了 神童會不會在下面呢 有可能啦 當然有可能在上方 好 在這裡啦 然後人都跳上來 這邊有 10塊 OK 很多路啊 還有裂縫喔 這個怎麼辦呢 要往哪裏走啊 有點迷茫 底下是有些礦坑 也不曉得有沒有藏東西 我猜應該有吧 那個大裂縫 如何是好 而且還可以一直往南走 到這邊可能就會是我們比較熟悉的一點地點了 好像也沒有很熟悉吧 有來過嗎 有來過嗎 這不是組成啊 我記得是組成才是我們比較熟悉的 有權之中的組成 這個組成 10塊 10塊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需要獵獵龍的 魂賦 好有 有的話 上去看看 奇怪 奇怪 沒有看到耶 神童 上面也沒東西啊 哪泥 也許在底下 哇 這個方向 太過於複雜了 大陸太多 有點 有點搞不清楚該怎麼探了 這對雙方還是有東西的 10塊 然後 可以炸這個 好 不行 不夠這個 角度不夠完美 6-1 炸到了 然後可以讓我們往上飛吧 應該是 對 那個傢伙是 艾菲拉 不曉得是誰 也許跟某個任務有關 這裏有一個神童 這裏有一個神童 最高處 我不懂的是這一個吧 沒關係我們先去 先去跟艾菲拉講講話 看一下 現在沒有封了什麼時候才回來 有男朋友嗎 我們從小認識的一起長大 聽不足的龍 他的龍還等龍啊 小時候長得比我可愛多了 長得可比我快多了 我還擔心會不會被先一步學會飛翔 得他拋下 但沒關係我也覺得很快 後來我們一起進行第1次飛行 我為他取名叫做那天的晚霞 那天的晚霞是 好像林佑家那首很悲哀的歌 他龍還沒回來就對了 然後還在想念他 合理 我們來看這個 限時挑戰會有什麼東西 我在想或許就跟那個神童有關 沒有就這樣 單純 聖遺物又爆了 very good 好花了點時間喔 清理了一下 應該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所以呢 所以那個神童者怎麼辦 很奇怪呢 這個奇怪的位置 我覺得 不是在上面就在下面 那既然上面沒有 應該就意味著下方 只是他可能不夠深所以 我們看不出來 因為理論上如果是在不同層的話 小地圖應該也是會顯示的 有那個mark在 所以雖然有敵人但是有點難得理他 蝦跳 這邊則是 一個可以傳送的 庫本關卡 然後這是刷生意屋的地方吧 我們可以走到礦坑內部喔 很大的機率神童在裡面 站在水上在這裡我們都不信 這什麼東西 有個人躲在裡面是不是 然後神童應該在裡面喔 我們這邊還可以開啟 等一下喔 感覺很有趣喔 先觀察一下周遭吧 某處的鑰匙 應該就是這個牢籠的鑰匙吧 然後再稍微往外走一段 這裡的話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礦坑入口 現在終於有點結合在一起了 也沒有特別的喔 這樣的話 我們就繼續一探究竟吧 這也是為了神童 出發點是沒有變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又一個鑰匙 兩個鑰匙喔 繩子上也一條 需要兩把 有可能躲在這裡不是嗎 紅色的影子 但是卻沒有對我們攻擊嗎 這把劍 這把劍 阿拉齊克 跟我來 控制沒用喔 好危險喔 好可怕 好 非常強悍的敵人 血量非常厚 這裡有個石塊 我們先撿一下 這裡還有個 神童我們先撿一下 這邊還有這邊嗎 乾脆開一下算了 等一下喔 這個要重來 而且我覺得我們的隊伍可能要換一下 他不吃這招的話 怎麼辦呢 如果說因為敵人的位置很不好找 那我們要不要使用八重繩子之類的 自動攻擊型的 效果會比較好嗎 不曉得 很快就知道了 稍後的位置 先進一下 這個呼吸可以做得到 太弱了 不要緊張 快點 有限なる大変 十分直 見切りました 見切った 立竜 呪言 全部丸見えね チョック 呪言 立竜 無我の招致 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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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刺激的一場戰鬥 然後 運用八重繩子的攻擊 配合草神的 超激化反應 即使我們不曉得敵人在哪 或者敵人的位置很難追蹤 我們還是可以 快速的搞定 就是可以達到有效的輸出 那我們只要專注在閃招 方面就好了 雙龍攻心海能提供有效的補血 只要我們的角色不會被秒殺的話 基本上 也不太容易就倒下吧 雖然還是蠻驚險的 因為他的傷害真的很高 我覺得是一個 這種強敵挑戰還蠻有趣的 尤其在探索的時候會給我們大家驚喜 那個感覺像是妖刀吧 剛剛那個東西 那回到這邊 我們再看一下吧 這樣的話 神通也拿到了 然後 然後 這一塊應該差不多了對不對 對啊 然後這個高地我們剛剛也飛上去了 所以 這個敵人也沒什麼用 就如此 底下的礦坑我們也去了 然後 這一片 區域應該差不多了吧 再稍微往前走 看看好了 感覺上 因為其實 這個地方有點困難 困難點我覺得是在於說 他們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路線或者是地標 是一片寬廣的草原 再加上一些地下洞窟等等的配置 所以 會有點迷惑 有點不曉得 怎麼樣去定位跟規劃路線 然後這邊又是另一片田地 這一片的話 因為它有個明顯的標記物 所以我想 而且這一片應該就是組成沒錯了 那組成我們剛剛也講了 會先 會先暫時先留到最後 因為這個地方是比較好定位的 這樣的話 我們就先回頭吧 組成之後 可能在我們進入組成的時候 再看一下就好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那個上面 我們剛剛已經飛過了 所以應該還好 好 那組成附近還有一些 限時挑戰啊 甚至還有神童王在下面 OK 沒關係不急 有星海在的話 最好的就是 這個補血是不用擔心的 這裡有個石塊啊 然後前面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去過了 沒什麼問題 底下這邊的話是 OK 有水母喔 然後有敵人 好 盡量不要踏到水裡 給了自己的觸電 好這樣大家的血都補滿了 好 這附近還有神童 那我們先把戰鬥寶箱 騎回寶箱拿起來 這邊有木箱 感覺上是藏在木箱裡啊 好沒關係 我們這邊可以用這個 騎游龍的特性 回覆上去之後 然後直接游泳 然後呢 好水母也在這邊 這是神童吧 對 寶箱 在前方 環顧一下四周 看看還有什麼值得探的喔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 是在這邊 剛剛把這個水石探完了 然後 這一整片區域應該是差不多了 那目前的探索度 到了將近50% 是有一點落後 不過應該也還好 補頭的話 補頭的話 好然後這邊有個寶箱 直接就放在那邊 這裡還有一個神童 收集一下 需要一個騎游龍的靈魂 然後在這邊進行跳躍 可惜我們沒有啊 所以我們只好使用老方法了 用高處 這不夠高 再高一點 來 寶箱在那邊嘛 過去拿吧 走一下這個 不知道是 應該就是 不通的岩石嗎 還是山無礁岩 還是某個動物的骨骸 然後瘋化而成的 不曉得 充滿了神秘感 礦坑的出口在那邊 OK 先往上跳看看 看上面有什麼東西 好 寶箱在那邊喔 出口的 向左轉的話 就看得到 這樣的話我們可能還是先 先回頭 先把寶箱這邊處理掉 好 然後 這邊 OK 我們了解到那個水池有寶箱嗎 在那邊 那就是我們下個目的地 這裡的話剛好又有一點小岔路 我們來看一下 兩個普通的敵人 這條路我知道 這個我們剛剛其實 有在對面 看過 只不過這個建築我們沒有走過 不曉得 我們先看一下 這也是傳點 裡面是 這隻 這裡面我們有走過嗎 這裡可是有隻水母 好像沒有吧 這傳點我們之前是什麼開的 好 非常奇怪 可能是直接從上面跳下來的 對 應該是 87%這樣子 那我們走走看這個洞窟吧 因為這外面的區域也是蠻偏僻的 我的探索習慣都是從邊緣 開始慢慢往中央靠攏 盡量 那因為這邊的話其實又會衍生到一個 對 之前我們沒有看到這邊的地方 我們還沒有探 這裡有個戰鬥寶箱 然後 遠方的話還有個神筒 我們先去拿神筒吧 不是神筒 是水母 那時候就在這邊看到水母 這裏副部底下 看起來是沒有特別的東西 我們拉過來 好 先把它放在這裡 我們先去處理一下這個戰鬥寶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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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的苦種跟 顆粒果 它還有榮榮餅乾 我們著水母非常蒸氣地自己跑去 好 這樣打開了 OK 這樣的話這邊應該差不多了 只剩下一個主要的路線喔 主要這底下路線 因為剛剛瀑布這邊我們來過了 然後就會通到這個大水池 然後還有一條嘛還有汽車還有一條路嘛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在撿那個交朋友的任務的時候 這邊還有個底下的路線 看一下 這邊要不要先無視呢 等到我們 要決定要探這個大水域的這區的時候再決定 可以吧 所以現在的話 然後還有這條路這條路等到之後再探水池的時候我們再去 觀察就好了畢竟還有傳點要開 所以我們可以先回到剛剛那個 寶箱裡面就是水池中有寶箱的位置 也就是我們面前這邊喔 這個制定探索路線其實還蠻 我覺得在這張圖裡面還蠻困難的 就是到底要從何開始 從哪裡開始 然後要怎麼走 有時候一個亂七八招探下去之後就 哪裡去過哪裡沒去過都不知道了 這也是一個考驗吧 啊 休可不可以 普通的寶箱而已嘛 沒辦法 好這個大水池我們剛剛才探過沒事喔 剛剛我們也是一路這樣走過來的 遠方那邊是有一個 呃 試煉 限時挑戰吧 我們先化成騎油龍 絕對是騎油龍的天地喔 喔 馬拉尼 喔然後喔 好好好 活動的 OK 我剛剛還有一次探索的 那先不管 因為我們 現在先認真探索 活動之後再解就好了 活動一個多月的時間吧 不解 好這邊有兩個漂流的木箱 這些也會加探索喔 所以也要收集 也就是說這水池就這樣了嗎 看一下 所以我們把這一圈繞完了 我們可以繼續往下走 這裡真的很難探 太廣了 太寬廣了 然後沒有什麼路線 有什麼比較明顯的路線 有點難搞 前面是瀑布我們已經去過了 上方區我們也去過了對不對 所以沒問題 那麼 怎麼辦呢 跑上來 又一個水池喔 然後 那邊雖然可以往上跳 但好像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這上坡路線就是我們剛剛想要走的路線喔 現在我們探到這邊來了 來吧 先去撞開 要攻擊才可以喔 不是游過去而已 好搞定了 搞定了 藍樹回滿了 藍樹回滿了 這邊的話會繼續往前走 我們先往這個東邊探 因為東邊的話很快就會到達一個這個 零界點 區域的邊界 然後我們就可以 繼續往南部走 南邊走 這裡則是有一個 石塊 前面是戰鬥寶箱 這裡有一個阿尼拉不知道是幹什麼的 今天又是酸之煙雨嗎 怎麼了嗎 他很好但再好的東西也耐不住聽天吃嘛 不過說起來小波最近是不是胖了 明明訓練量和放量都沒變 奇怪了 OK 好這裡又有個石頭怪 好這裡又有個石頭怪 底下應該就是 別的區域喔 旁邊那個巨木人的 玄木人的那個區域 冰淇添神像在那邊 全部丸見 你是不是想要掉了 我沒有逃跑 我沒有逃跑 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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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能會跟之後的某個東西有關聯到也說不定 然後 神童可能在底下吧 這上面有個傳送錨點 就在這裡 既然都這樣我們就下來 好 戰鬥寶箱 搞定 又是這個古巡夢祭司 上次是冒出一大堆石頭 這一次呢 安格柯克 安格柯克 喚起風把 帶走雙手 在狂熱之中 讓手穿過烈火的間隙 如果偉大的靈能聽到我 帶走我的手 將果實 將飽滿的果實 放在我手中 作為證明吧 噴一堆果實出來 這也是蠻吊詭的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安格柯克又是誰啊 不曉得 這裡應該 這裡還是流泳帝 好 那就順便喔 探到邊緣吧 既然如此 都跑到這裡來了 前面有敵人 戰鬥寶箱 這裡還是泳流地 OMG 泳流地的範圍太廣了吧 好 既然是這樣 那底下呢 底下也算嗎 唉唷 那邊是一個奇怪的東西喔 有個炫光 不知道是什麼 感覺像是傳送點 遠方還有寶箱 然後這裡也是東西很多 OMG 限時挑戰在這邊 兩隻龍 這裡總算是巨石山了 終於 然後有一個 神童在附近 往上飛 看一下 呃 呃 我也在更高處嗎 這也是巨石山了吧 對啊 這裡呢 也是巨石山 說好的神童呢 他就在洞口 OMG 他在洞口 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 這裡還有個石塊喔 至於水母呢 這裡還有一隻水母 我們現在已經在巨石山了 現在變成在探索巨石山了 這樣不行 然後我們先回到這邊 那個之後再說了 因為那個是巨石山了 現在也不是很想探 還是專注在同個目標比較好 剛好已經不小心開了 兩三個寶箱了 先開這傳送錨點 然後這上面是有一個 神筒 OK爬上來了 好 再來怎麼辦 泳流地了嗎 59% 再往旁邊走不知道是不是巨石山還是泳流地 這邊的地圖有點難定位啊 不好弄清楚 我總覺得有水的地方應該就是泳流地 也就是說前面那邊也算是吧 大概也許 對 這裡有魚肉收集一下吧 然後這個是什麼都不知道 啟動 這個應該是要使用 祐祐龍的力量 祐祐龍的力量 不是祐祐龍 祐祐龍 呃等一下 可是這裡沒有耶 超遠的耶 我為了要解這個東西跑超遠的 天啊我們跑到這邊才找到耶 然後他們在這邊耶 OMG 這也太誇張了吧 你要 這裡水池那麼多為什麼一直都沒有 不覺得很奇怪嗎 訓練師在這邊 訓練師在這邊 做個標記 訓練師 呃訓練師 不然就這個好了 等一下再回來喔 先把我們看到的謎體解掉 不然到時候又漏掉 喔 有個石塊 有個石塊 喔那裡還有一個神筒喔 然後水母在那裡喔 我們剛剛 一直找不到水母喔 欸不是 那水母可能是這個圖的 不是剛剛我們看到的 所以 剛剛巨石山的那個水母 還是不曉得 還是謎團 好先拉滿了 然後這裡很多寶箱 還有個很大 還有個神筒喔 我在想這個神筒可能是要使用那個 遊騎龍 騎遊龍 遊騎龍 就這招喔 可能再用這招 不知道哪邊可以搭到這個軌道 然後 去執行吧 啊這個不會帶我們去巨石山吧 如果這樣就很傻眼了 好像是捏 踩石頂 巨石山喔 這裡我們先不管吧好不好 沒想到是通到這邊來 開個船點就好了 開個船點就好了 坦白說真的好辛苦這樣爬來爬去 這隻不能解除啊 好藍樹 沒插到啊白癡 全彈突擊來不及了 全彈突擊來不及了 然後珍貴的寶箱 然後珍貴的寶箱 好再附回去 然後 撿石一下道具之後呢 沒有 這裡要 靠邱 有了吧 沒有 為什麼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好寶箱 至於這個高處 這個有有有 解完他之後有了 拿到了 這兩個應該是連動的 應該是連在一起的 現在這樣子我們一路這樣子 非常輾轉迂迴的 踏得過來 看得過來然後這個區域 陸地區應該就不是 漂流 地了吧 再稍微走一下吧都已經走到這邊來了 沒想到這麼廣喔這區 還是湧流地 不是漂流地講三角 這邊應該又摩道了吧 可以換成那個 逆夜龍了 如果需要的話 那個海岸那邊也有 有個神童在那邊 戰鬥考驗 我們先把神童拿到手 OK搞定了 哇遠邊的遠邊的這裡還有寶箱 沒關係 這個岸我們知道 這道還好 遲早會發掘到的 這裡還有個洞 還好 不是洞 嚇死我了 只是一個裂縫而已 然後也很淺 裡面沒有其他東西 如果要是要是在個洞的話又有得探了 然後呢 這個鴨子為什麼要在這裡 好 沒什麼效果 這裡雖然有秋秋人的 建過營地的一些建築但是 沒有他們的身影 為什麼呢 好然後 哎唷不是喔 傳送錨點開啟 下面有戰鬥寶箱 這裡還是泳流地 出現了秋秋人 狙擊時間 不然的話 不是 不然呢 我好趙 如果我好趙 拿去 啊 如果我好趙 像我那麼 或者是 我好趙 那 你就幫一下 你來吧 他跑上來了 然後血補滿了 真是掃興阿 他只好用物理制裁法 前面轟得很爽 然後結果他一個下落 結果我一個掉下去了 然後就直接脫戰滿血出來 沒辦法 他先開掛著 別怨我 我們看看下方吧 底下好像還是有一些道路 像山道的這種存在 我們先下來吧 剛剛不是有個寶箱嗎 在這裡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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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巨石山了吧 所以剛剛這個寶箱也是算是巨石山的嗎 不曉得 這樣真的很難分清楚到底哪裡是哪裡 這也算水邊吧 所以 沒關係我們就把水邊的區都探就對了都探一遍就對了 不然我也沒得搞了 他想去海邊玩嗎 支線人物 突然就觸發了 這片潛水海灘很不錯又濃厚又明亮還有人把釣竿架在這裡說不定這是個很好的釣點喔 不只不過我們在這邊釣到看吧 說不定可以釣到另一個巷島 那個是凱 凱萬吧在那個 在虛米的 我說的巷島指的是派蒙是不是 那個凱萬是每次都釣不到魚會釣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還是釣點魚吧好像有段時間都沒有吃旅行者做的魚了 就讓小尾巴也嘗嘗你的手藝吧 派蒙也為了要做點什麼吧 不如這次由你來釣魚 我來釣 都是為了小尾巴嗎 可惡居然拿我後來賭我 好吧不過先說好了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辦法釣到什麼東西 然後在他之前 大釣手派蒙需要一個乾淨的釣魚環境 你看水面那麼多雜物 要是把線勾住怎麼辦呢 還是先收拾一下吧 嗨嗨嗨 是說到現在確實喔都還沒有看到 我還沒有看到釣點 玩到現在喔 確實是這樣沒錯 總算清理完了 我一定要釣一條大魚給你們看看 但可惜水面移動也不動沒有波蘭 是不是這裡的水質太好了 魚兒根本不想從裡面出來嘛 快了快了沉住氣喔 魚兒上鉤的時機就讓田田花裡竄出來的一朵片片花羊突然完全無法預測 只能專注的等待再等待 要成功了要成功了 哎你不要在這個時候說話啦真是的 怎麼了怎麼了哇魚乾凍了讓我看是什麼好東西 怎麼嘛不是魚 這是個漂流瓶而且還用線 綁在釣點的木板上 這樣一來 這樣一想 女性者也常常釣幾塊的東西 的確是什麼都釣得到 釣得到除了魚 沒錯啊 畢竟是釣上來的讓我看裡面塞了什麼 漂流瓶內的紙條 親愛的朋友家裡那又管得太嚴了 魚具先交給你保管 以後釣魚越好時間我找理由偷偷溜出去 切記別到家門口找我 收到 明天上午老地方 幼兒我已經放好了 收到 親愛的朋友原諒我上年借老眼昏花 昨天連回家路都忘了 非得拖人叫你到黃金傍晚來接我 畢竟我們釣魚這件事可不好被我家人知道 哎人真是糊塗了 你是真的忘記錄了 不是為了給我看你釣到了大魚對嗎 你是真的忘記錄了對嗎 後面的紙張被水泡絲完全分辨不出自己 沉迷釣魚的人好可怕 難道剛才那堆亂七八道的東西都是這兩個留下的 我們還是把瓶子丟回去吧 看來這就是他們互相聯絡的工具了 我預感下次可以跳到 魚乾猛的一層劇烈的抖動了起來 水底下是個份量不前大家伙 惡狠狠的咬作狗子 是龍吧 這次一定是大魚給我上來啊 看到派萌很吃力 你和小尾巴一起抱住了派萌 但是 釣竿對面傳了巨大的拉力 碰了第一聲 魚脫鉤了 這一定是條好大的魚 魚勾才會脫 才會脫鉤啦 可惡 他竟然還在水里面上游來游去 騎我吃力 海底太危險了 你游的也沒有魚塊啦 小尾巴想要跳下去 這次有什麼辦法抓到那條魚就好了 旅行者 不是騎猶龍嗎 不是這是那魚 抓到了 真不愧是旅行者把這條囂張的魚抓到了 對了如果一次把耳全都撒進去 讓魚吃到翻肚皮自己飄上來是不是也算一種釣魚呢 小尾巴覺得這樣可以嗎 看你的眼神好像很期待了 那我們下次試試看啊 別怕 他看起來就不期待啊 哇還沒有烤呢要等 女行者做好才能吃啊 做完了烤魚大家一起飽餐一頓 總覺得這頓烤魚格外得香不愧是我釣起來的魚 不愧是派蒙以後都交給你了 不要想著不勞而禍 如果想要吃魚的話那小尾巴你下次也要幫忙才可以 這種時候就開始裝傻了你這傢伙 好 今天是吃魚的心情喔 知見任務 這邊已經是巨石山了 我覺得我們不用再前進了 雖然我不曉得這邊有沒有東西 當然這裡居然還有個傳點這是什麼意思 先不管吧 我們先傳回來 然後我們檢查一下這岸邊的這個寶箱 如果沒有的話呢我們應該要 往比較正規的正確的方向前進 完全沒想到是這樣探的 真的 我沒想到會跑到那邊去 好那這裡 還有個寶箱我們那時候看到 差點就漏掉了 你看到旁邊的魚了 啊都這樣了 別拖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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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死先死 拖戰就超級滑不來的 好那雖然跟玉琪的不太一樣 但是 我們呢 一路從 這個地方開始出發探了過來 然後把這一塊都探完了包括裡面的礦坑地區還有個牆底 探到了這邊然後呢 在流泉之中這邊先停了下來 接著我們往 東邊開始探索一路走過來 那走下來之後呢 把這兩個水池的區域這幾個水池區全部都處理掉了 然後呢一直往 東邊走一直不斷的往東邊走走走走走走走到了這邊 非常極限的地方 那 現在呢我覺得我們可以回到這條河流河道這邊 因為這個水池我們其實還沒有探 所以船點的話呢我覺得船這邊會比較合適 說實話 真的沒想到會一直往東邊走 好然後這邊有一個 戰鬥寶箱 看一下 差不多了吧對啊 這是戰鬥寶箱嗎這不是戰鬥寶箱 這是什麼 是戰鬥寶箱只不過 Naruhoto ne 剛好啊 現在我又是自動攻擊的隊伍 只要放得歪一點就可以騙到他們了 他被釣到水裡去了 然後全死了 自動攻擊的好處 好 好幻化人 騎猶龍 這邊可以往上跳我們看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特別的 前面的水池我們已經看過了 那這樣的話 這條河流 前面那個是活動的限 活動的限時挑戰啊不是探索的 常常搞不清楚 再來是這邊 這是路障嗎 然後戰鬥寶箱 我們要倒大梅了 全部淹死 下去 很多素材 特產品 非常好 烹飪 想說是什麼東西 上面有沒有圈圈喔 又是一個那個 騎猶龍才可以 才可以去 穿梭的那個道路 或者是瑪拉尼吧如果你有抽的話 前面這裡 哇有兩條路耶 到底要先走哪一條呢 真是令人 張腦筋 來 然後我們一路就這樣子穿過來了OK 再往前走的話呢就是 組成了 我們檢查一下這邊有沒有東西 沒有的話呢 先離開好了 這裏有個挑戰 然後也是活動的挑戰喔 所以我們先不用理會 喔這雕像就是之前那個部落紀文的雕像 好 了解了 然後我們剛剛是 走了剛 喔對走那一個嘛 現在要下來的話 OK 然後這裏還有個石塊喔 好 來 先把石塊撿起來 然後飛過來 附在他身上 跳起來 進入 這裏會帶我們到哪裏去嗎 啊就這樣 我還以為 哎唷等一下 兩個木箱別忘了 重要 加探索的 哎 單行到 不是吧可以回去不是嗎 對啊 剛剛那邊好像還有一個神童的樣子喔 是我們沒有看到 不曉得在哪裡 那我們移動到這邊來的時候好像就會顯示了 沒有嗎 這裡有一些木箱 我回家探索的木箱 我回家探索的木箱 都是藍樹 這裡又一個 來來來來 終於上去了 觀察一下這邊 觀察一下這邊 這邊則是直接帶我們到了這個地零坎的位置喔 同時這裡還有寶箱 除了選的時候開這招 太狠了吧 而且我能量怎麼歸零 他會吸我的能量對不對 臭什麼熱鬧啊 沒事吧你 好前面有個神筒 然後林康我們已經記好了所以沒事 這邊還有個石塊 我們看了他地圖看了怎麼探比較好 還是有點亂啊 接下來我們可能把這個島的南部 這邊先做個探索吧 然後都探完之後呢可能 集中探索這一大塊 然後如此一來我們應該就 差不多了 現在探索度到了70% 我們先存到這裡好了然後一路往南探 等一下再把這個七天神像的主島 這個島呢 再進行探索 這裡的地圖規劃真的就是 要探索的話這個路線規劃真的蠻困難的 沿著 流泉之中的主城的周圍喔 繞一下 然後又繞到這個有地靈看的位置 好然後又走回了剛剛我們戰鬥的地方 所以 這裡基本上已經是探的差不多了 我們從一路上走過來其實沒有看到什麼 特別的東西啊 這樣的話呢我們覺得我們就直接傳到這個七天神像 然後往南邊探 對然後七天神像這邊好像有個神童 在這裡 來神童然後這裡也有個寶箱 然後這裡看起來是有點像是一點遺跡的感覺啊 前面的水池上我們應該已經處理掉了 沒有東西 有一群敵人在這邊但是沒有寶箱 OK 然後那群敵人是活動的敵人 也不是我們探索會用到的 剛剛我們呢 使用了旗遊籠喔 然後呢一路這樣游過去 游到河道 河道的部分我們應該是不太需要擔心 那陸地的部分我們稍微看一下 感覺上東西應該也不會太多 一個敵人在這邊但是旁邊沒有任何東西 他在調查的是 藍樹台喔 然後這裡面 OK 這個是之前紀文任務的吧 紀文任務的遺跡 我們有需要再去看一次嗎 等等再說吧 前面有個寶箱喔 然後我看一下前面的話就是這邊了 OK 這是個奇怪的東西喔 為什麼壞掉了 不曉得 這跟任務有關嗎 好戰鬥 好戰鬥 好 處理掉了 精緻的寶箱 這邊我記得這個大圈圈這個區域也是 紀文任務裡面的 所以拿了一個寶箱 還有呢 還有嗎 又繞回遺跡這邊 這壞掉應該就是任務啦 應該是我們那時候在撿 在撿東西用的 這個不需要理會了 已經用不到了 已經無法使用了 還有兩個木箱我們看看吧 只有藍樹而已 這邊的荷域也沒有東西 這邊我們剛剛都來過了 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特別 那這樣的話 怎麼辦 我們可以去探索這三個島嶼 然後 看完之後呢 看完之後再說吧 一個十塊 高麗菜 好安心喔 立竜 呀 他們真的顛不死欸 他們現在還活著 好強喔 老箱拿到 失敗拿到了 這個島又探索起來確實有點麻煩 浮流鳥喔 拍一下啦 每次都被這活動煩著 有點受不了 應該照拍他們不同的狀態喔 所以 好 這樣有了吧 好 拍車數量足夠 不是 是你 往上飛看看喔 好 有一個神童在那邊 這裡還有寶箱 然後還有一個支線任務 OK 抓完了 啊 差一點 唉 這個應該要用那個 沒關係這我知道怎麼辦 先不管他 寶箱先打開喔 用他來爬實在是太高難度了 打開寶箱之後就不難了是不是 哪有好多 哪有好多捏 好遠喔這個 拿到了喔 不過為什麼還有一個會飛到那麼遠的地方 有點無法理解 那個星星的位置好奇怪 應該是要讓我們跑到另一個島去的吧 現在我們還不急著去喔 我們看一下這附近 剛好也在高處所以可以觀察一下 稍微低一點好了 那個衝浪板為什麼看起來很可疑 然後前面那個水域看起來很可疑 感覺就是有什麼東西 可以玩喔 好沒關係這邊有個石塊我們看到了 然後 然後 有個支線在這裡 喔是這個人喔 喔應該就是跟騎油龍龍關的小遊戲吧 應該會很好玩喔 看看到一個泳圈都知道了 好 浪哥 喔這位大哥來了正好 是在和我們說話嗎 沒錯你們是遠到而來的一幫客人 有件事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從客人的視角來看 你們有沒有覺得現在的流泉之中實在太過散漫了 什麼意思呢 要知道我們的先祖可是以永烈善戰文明世間的 無論是踏紅而過折 烏魯庫還是巨人圖帕克 都是人盡皆知的陰傑 現在呢 提到流泉之中大家想到的只是溫泉跟度假了 其實還有音樂 還有好喝的果汁 還有正妹 還有穿著泳裝的正妹跟帥哥 都一樣 要是每天都像這樣帶落下去 長此一往 人是會喪失鬥志的 這樣下去可不行 所以就和阿米娜妹妹說必須要建一個訓練場 來提升我們流泉之中的鬥志 那他的回答是 雖然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但是有趣的話就按照你的意思來辦嘛 所以如兩位所見 這就是流泉之中的大訓練場了 這不就才幾個木架嗎 哈哈 這就是大哥你太小看這其中奧妙了 你該不會以為這就是只是個普普通通的木架吧 不然呢 哼 這可不是普通的木架 這是用來訓練衝浪的木架 那就還是木架 話說回來 你說的訓練其實是訓練衝浪吧 總覺得好像和鬥志沒什麼關係 千萬不要小看衝浪了 征服人心難如征服草水 大英傑烏努庫的這句格言 兩位想必也不由自主的回憶起來了吧 沒有 跟他不熟 不 先不論這句話是不是你自己編的 別說鬥志了 這和衝浪好像沒什麼關係吧 這種細節就別在意了 總之透過衝浪來磨力一致 是我們流泉之中歷史悠久的傳統 絕對不能荒廢 說到這個 兩位遠道而來的一方客人 之後我們興趣也來試試看我們的衝浪訓練呢 為什麼是之後 因為還沒蓋好 因為這個訓練廠現在還不能用嗎 要說為什麼的話 大哥你有沒有看到那些浮流島 所以說這些浮流島皮超肉厚 就算被撞飛也不會受傷 浮流鳥 就算被撞飛也不會受傷 但新手又是被他們撞下水太多次 說不定就會對衝浪失去興趣了 但這也可以把它當成特色 聽起來好像也不錯 我想想 比方說 專門把又大又凶的浮流鳥 引到第一個木架前面 砰底一下 把新手撞回出發點 你以為在玩什麼 魂系列 只有熟悉掌握衝浪技巧的老手 才知道怎麼繞過去 或者反過來靠實力把浮流鳥撞飛 這也是衝浪殘酷的體現 但沒人要玩 不然按照阿米娜妹妹的意思 這個訓練場還是要針對更廣泛的受眾 之後要是再來開第二個訓練場 就照大哥你的建議做吧 呃 聽起來好像很危險的樣子 真的沒問題吧 這個 總之我們把這些浮流鳥趕走就好了 這樣一來 這個訓練場地也可以正常運作囉 那就太好了 要是大哥你可以讓 流泉之中大訓練場正常運作起來 我想想 就把這枚貝殼送給你們好了 哇好漂亮的貝殼喔 好旅行者我們來幫幫忙 把這些鳥趕走吧 貝殼該不會是我想的那個貝殼吧 該不會是我想的這個這個貝殼吧 閃亮亮貝殼 好像是齁 這樣就算趕走了嗎 這裡又有個閃亮亮貝殼 貝殼 臭鳥 為什麼他們打不死 我們是覺得超奇怪的 還有一隻在哪裡 呃 這裡嗎 喔那些浮流鳥已經全部都被趕走了嗎 好啊 都怪大哥 你這樣一來 基礎的準備工作就完成了 可以開始測試 流泉之中大訓練場的場地了 怎麼樣準備好了嗎 開始吧 真是爽快的回答 流泉之中現在最欠缺的就是這種精神 好 讓我稍微做一下準備工作 來囉 輕鬆 輕鬆 好身手 要是不足理的孩子們 都可以像大哥你這麼靈巧 就用多少訓練了 不是 要是他們每個都可以像我一樣 幻化成 那個騎幽龍的話 就不用訓練了 這是說好的貝殼 收下吧 不過看你們測試完 我意識到有很嚴重的問題 現在這個不就只是個普通的衝浪場地嗎 不然勒 這個嘛 大哥你有沒有看到那邊的 林道客硬門 我之前和阿米娜美美商量的時候 這些古老的燃樹裝置還可以正常運作 唉 要是這些裝置還有辦法開啟遊戲的林道 就可以像是大英傑烏弩庫那樣 沿著軌道一路飛到彩虹上去了 那派摩他是不需要就可以直接飛上彩虹 是派摩贏了 呵呵 沒錯沒錯 不對這種時候沒必要湧現出這種 緣無故的攀比之星吧 只可惜這些裝置現在好像壞掉了 一般來說這種古老的燃樹裝置 附近應該都有一些紀錄的 修復方式的杯客才對 這些可能是例外吧 我也不是什麼研究藍樹的學者 只能之後找完再找人解決了 這樣說來 齊克亞姐姐應該知道怎麼修好這些東西吧 不過也不清楚他現在在哪裡 總之多謝大哥你囉 總覺得有點可惜欸 旅行者 不然我們在附近找找看嘛 說不定可以找到修好那些 林道客硬門的方法喔 嗯 也許跟探索有關 也許跟探索有關 哇 怎麼又回到那裡了 然後還有寶箱我們要先開啊 是跟這個東西有關嗎 喔 古老的杯客 然後我們可以放置貝殼 看有三個 梅茲特立的蒂寧拉屋留下了這杯客 以免林道客硬阻塞 將民宿蘭克分存於異色的貝殼之中 只需將其附著於 雖然後面的部分有點看不清楚了 但好像是只要把貝殼貼到杯客上 就可以修好 附近的林道客硬了 哇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但總覺得幹勁好像有點下降了 因為太奇怪了 好 是在這裡喔 就在這邊 來回去跟他說吧 喔沒想到你們居然真的修好那些林道客硬們 很有鬥志 非常有鬥志 怎麼說呢 雖然重新啟動了裝置 但有些地方好像還是需要調整 什麼樣的董事賣某的錯 可以想想辦法嗎 沒問題 這種枝維莫節的部分就交給我好了 大哥明天再回來看看吧 所以要等時間經過 來 你回來啦 快看 舊級威加強版的流泉之中 大訓練場已經完成了 怎麼樣大哥 準備好乘坐遊戲林道了嗎 來吧 一百二十個 等一下這數量 等一下這數量 我可以看 哇靠這跳太遠了吧 我已經錯過那一個 我已經錯過那一個 好 跳不夠高 帕尼亞 誰在說話 我們還差一個 這怎麼還有 結束了 遊戲庭都好像關閉了 沒關係沒關係只要能修好一次就可以修好第二次大哥你玩得開心就好 更況現在的流泉之洞大訓練場作為訓練年輕人鬥志的場地已經綽綽有餘了 要是有空的話隨時回來鍛鍊自己的鬥志吧 OK還蠻有趣的 無上之光 珍貴的寶箱 然後剛剛在有的過程中突然聽到有人在講話啊 帕尼亞在這邊 調查 哇好多魚肉 啊不可以亂動喔金髮大哥哥這些是用來吸引漂流鳥的 吸引漂流鳥 對啊我和 伊瓦伊正等這些浮流鳥上岸 反正也沒什麼別的事情好做嘛 好啦好啦伊瓦伊是乖孩子對吧要有耐心不可以著急喔 總之我們本來打算來這裡玩 畢竟除了朗哥叔叔外 平常是不會有人來這裡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秘密基地 之類的吧 結果沒想到今天反而被這些浮流鳥搶走先機了 所以呢我就準備了這些魚肉打算把浮流鳥們吸引過來 浮流鳥很喜歡吃魚肉的喔 可是好像沒有耶 拍蒙起司也是浮流鳥 對啊可能是因為距離太遠了 沒聞到魚肉的氣味吧 要是有辦法想辦法把他們引到岸上的話 如果是朗哥叔叔的話大概會說只要把他們撞上岸就好之類的 可惜我和伊瓦伊力氣太小了只會反過來被撞飛啊 所以要幫他們嗎 這樣有了嗎 有啊撞上去了啊 嘿嘿我就說嘛怎麼會我不喜歡吃魚肉的浮流鳥只剩兩隻 可是真的要撞上去 差一隻 可以了吧 他為什麼從遠方這樣慢慢流過來 謝謝你大哥哥 浮流鳥們都被魚肉吸引住了 我也可以和伊瓦伊一起玩了 有幫上忙就好 那就再見了好心的大哥哥要是下次有時間的話也可以來找我一起玩喔 小小的事件喔 好那我們繼續探索 前面有個寶箱嘛 然後還有個遊戲領導 來 來 喔 他不動耶 他傢伙就還不動 明明他才是主角 甚麼 甚麼 全部看見到 全部丸了 你為了 我看到了 立龍 來高以後 美貌 很可憐 超級中風 立龍 我記得了嗎 有逃跑嗎 好 再來的話這邊 珍貴的樹莓 好結束 這裡有個遊戲林道 然後旁邊的話呢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第二個島了 有一個神筒喔 哇在那邊 這裡還有一些木箱 只有藍樹而已 我們還是先變回那個騎油龍吧 然後 坐上那個 那個林道 遊戲林道然後我們再看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等一下 這邊也有一條而且 這裡居然還有 風史萊姆 算了我們還是先看一條好了 另一條等下再看看 這條會到我們去哪裡 換軌道 彈道寶箱 這就是智慧的電動 途中的寶箱 然後沉著風上來 就可以直接拿到這個神筒了嗎 OK 這根會不會太細喔 太長了 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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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因為太高的關係所以 底下就算真的有東西你也看不清楚 嘿嘿嘿 回來 剛其實已經看到另一條了 所以我在想 那個另一條應該就是我們剛剛想要開啟的 這邊吧我在想 我的猜測 應該是 八九不離十了 對啊沒錯啊 所以這條其實我們也可以不用理嗎 雖然說兩個風史萊姆讓我蠻在意的 然後我們接近地圖邊緣了 打一打吧 算是蒐集素材 這也是探索的一部分 好79%然後我們要再繼續往西邊走 好神童在這邊然後 旁邊剛好有騎猶龍可以用 輕鬆的獲得 我們接下來探第三個島 上面有一個戰鬥寶箱 然後這裡還有對 三個寶箱但是三隻水母 之前我們那時候在解季刑的時候 那個季文任務的時候還不了解 這裡入手 我還有一個戰鬥的 六圓 魄 明啊 一 五圓 七 八 第一隻水母應該搞定了 剛剛在遠方看到第一隻水母 被這個風場吹的不要不要的 好一隻進去了 還有兩隻 我都忘了草神可以這樣子收集 太久沒用了 這段的話可能需要 逆葉龍的力量 要拆一下 安裝 現在走這裡可以安裝吧 為什麼要有一個鉤子讓我用呢 喔我知道了 要用箱子去擋住風場吧 又來如此 好 好 第二個也搞定了最後一個 OK 這裡要是有炸彈果就好 可惜沒有 沒有的話只要用我們的力量了 嘿嘿 逃跑 OK冒出來了 OK冒出來了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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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出來了 3個水母回來了 水位也不見了 一個普通的寶箱跟一個華麗的寶箱 這麼一來 應該 這三個島我們應該探得差不多了 82% 現在就只剩下流泉之重這個組成了 其他地方我想 應該都已經 探得差不多了 如果說流泉之重這邊再結束 那還沒有接近100的話呢 那還沒有接近100的話呢 可能就是我們之前在寄文任務的時候啊 那有些寶箱可能漏掉 像在這裡面的遺跡啊等等的 我是不希望漏掉啊 因為 這等於是要重新找 很麻煩喔 但是誰知道呢 可能還是要 再稍微尋找一下說不定 甚至 這個上面的浮屠境界 會不會有遺漏的人也有可能吧 OK 那現在呢我想就讓我們 移駕到這個 主層上吧 流泉之重的主層 好然後這邊的話是他們的 這個部落的那個 秘境喔 在這邊 在這個凹陷處 那 我們現在東西應該是不夠吧 他是要什麼 湛藍的要食環 有這種東西嗎 呃 理論上如果沒有認真探的話 應該要有至少一些斷片吧 還是在這裡 散藍鑰匙斷片我們有兩個 其實我們只差一個 OK 有機會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秘境其實 給的探索度也是非常高的 好然後這底下有個寶箱 我記得某些是我們那時候在主線的時候有發現的話就 應該就撿起來了吧 沒記錯的話 這裡有一個 炫耀浴缽 過爛了 那上面喔 這個最高處是有一個 神筒的 那 這下子 有點麻煩 我們要開始翻爬了 好這邊可以休息喔 那這樣就有機會了 應該是可以走那個步 調上來吧我不曉得 然後這邊接近 接近終點處我擔心的是他那個斜面會讓我們爬不上去 還好還好還好可以 好這邊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爬 謹慎喔 快結束了 這邊稍微休息一下 危險 好 至少看到了美景是吧 蠻漂亮的剛好那時候剛好那個太陽 日出 然後我們爬到最頂端的時候在那個瞬間 非常的漂亮 那個moment 好這裡有一個石塊喔 在這邊 這個耳朵旁邊吧 那真的要一直走然後前面旁邊有個寶箱哇這地方真不得了 好那我們的探索度到了84% 那 這個村莊其實東西不多 所以 唯一讓我在意的點是這個石碑 這個石碑 不止一個 還有另一個 至少還有另一個我知道在的位置 然後他們上面都有一個奇怪的mark 但是這些mark呢 不管我是使用這個 化身成這個 騎猶龍去撞 還是用什麼樣的 攻擊喔 全部都 沒有讓他發光 所以我不太知道他的效果是什麼 也許他跟某個任務有關係也說不定 只是呢 目前為止 我是也沒看到說有什麼樣特別的任務 有辦法觸發 那這村莊裡面的話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東西 所以 還蠻納悶的吧 那既然說 現在這樣探索呢還是 不夠的話呢 我想 可能接下來 我們可能要去 這個天空島 這個浮土境界看一下 雖然在上個 在之前的寄文任務裡面我覺得 我們還是有稍微做努力的探索 然後應該 即使有遺漏的話可能也遺漏的不多吧 但是 誰知道呢 我們還是檢查一下 會比較好 看到有個水母的運氣喔 在這個島上 在這邊 西邊這個島上呢 有個水母的運氣 這個非常的隱密 當下沒看到 應該解任務的時候也沒發現 非常的陰險 但是他會帶給我們什麼呢 畢竟這個幅畫裡面並沒有畫寶箱喔 所以 喔 很屌的 珍貴的寶箱 85% 85%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 整個天空流域呢 我當時呢 應該就只有漏掉一個 那所以 其實 真的不好找喔 好 那 探索了很多地方喔 也 就是 只有剛剛的收穫 甚至連這個 熔岩地帶呢 都稍微探了一下 熔岩地帶其實因為 遊戲零到劍氣一起的關係 其實很不容易 很很容易有一不小心就騎上去 一騎上去之後往天風飛了 那不過我還是稍微有環繞了一下 那也是沒有看到什麼 新的發現 現在呢 唯一一個我覺得 就在這邊了 切活者密島 然後 還有這個島 也許這個島也會有一些 這個 關於探索度上的提升喔 所以我想至少 把這個船點給打開 那 看看吧 因為有種感覺 那個島 可能跟 任務有關喔 所以 也不一定喔 我們游過去就真的可以 有辦法 開啟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也說明呢 是需要任務的開啟 那 這樣的話呢我想 就不用急著去開了 雖然說 呃 呃 我們還缺了一個斷片 那個可以去開啟密件的斷片喔 這個可能也是蠻令人在意的 但誰知道呢 總之先看看看看吧 好 來到切活者密島 至少是有可以看到的地圖 關閉 關閉之後這邊冒出了一個 只有鍛鍊的地方還留著問號 然後 多了一個戰鬥考驗喔 這邊還有觀景點喔 拔射兒子的蜜語喔 所以這確實是要靠我們自己的雙腳去行走的 同時對面還有島 對面還有個島 所以 突然之間發現了還蠻多可以探索 那我是希望這邊呢除了多東西多以外 還可以呢 有這個 呃 馬上被鎖起來 被轟倒了 外幣 還有 希望還能有那個斷片 好我們爬回來 瞄不到了吧 這邊出現了 眷光明印 觸碰 然後其中一道亮了 所以還有三道考驗是嗎 總共四道考驗 好看喔 Interesting 觀察一下 然後發現 這邊有一個石塊 這可能要靠這個騎幽龍 的能力進去喔 同時這邊還有一個戰鬥考驗 OK 好我們慢慢來喔 這裡又有什麼呢 浮種 跟 跟 好一個普通的東西 戰鬥考驗 也是跟這個有關的 好這邊有封場 我們應該是過不去的 我靠 不然是關起來了 但是不是挑戰失敗了呢 沒有 挑戰還在繼續喔 這就麻煩了 剛剛應該是走錯路了 有個月boy 來喔 可不可以 好,處理掉了 第二條解鎖 剩兩條 這邊可以跳上去嗎 為什麼呢 那我們上來 嗯,可是 好像沒有用啊 上來沒什麼意義吧 然後這邊 好,第三個龍的試煉 我猜上一條結束之後 第四條會在最上面等著我們 按照這個設計的邏輯 好 好 三種龍的試煉 非常公平 進入 進入 好,最後是只要解鎖 對,最後一個設計也開啟了 OK 跟我想的一樣 還好我剛剛還在想說 是不是要把他們關掉 居然不是 不用啊 我們就只要 躲避就好了 然後其實動都不用動 很簡單 最後到試煉了 然後 我好奇的是上面那個平台有沒有東西 算了 先不管吧 我們先看這最後一個是什麼 戰鬥吧 對 很好猜喔 有嗎 喔齁 認真的 能量被吸光了 能量被吸光了 好 全部完成喔 然後 我們拿到殘片喔 好 但是好像沒有拿到那個 那個 斷片吧 就是那個 可以開啟那個 不足秘境的 斷片 好像沒有拿到 是拿到那個 眷光明印的 那還真是有點可惜 爬上來看看 看什麼東西 好沒有 沒有 這樣看來的話 這個島嶼的探索應該是結束了 但是前面還有 這邊 我們前面這裡是還有的 還有個島可以探 對 對吧 還是兩個 亞賴哪 在哪裡呢 這邊雖然有敵人 但是沒有寶箱喔 然後有個神童 然後這裡 這裡已經是巨石山了 這裡並不是那個 我想一不做二不修 順便把它完成吧 這需要攻擊才可以 完成了 然後轉到寶箱 然後轉到寶箱 這邊都是巨石山的範圍 OK好 那我們回到這個祕島 這裡也是巨石山 這全部都不是 那難怪是沒有那個硬的啊 還是85 那就很納悶了 因為我們那個秘境也打不開喔 所以有點麻煩 我們先把火神筒都供放上去 好 死真的一擊喔 所以這樣的話應該還沒有鑰匙吧 欸有剛好有把鑰匙 然後跑到我們之前標記的地方 這裡有石塊 有石堆我們漏掉了 然後 然後對 訓練師在這邊 我們還沒有處理 這裡可能需要 對 所以我才標記這個標記 因為這個標記就是訓練師的意思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 去解這個訓練師的任務 他也關係到三個寶箱 很重要 哇靠有點遠 要游一下 你也跑 我還想說要被拋棄 你知道嗎 唉 唉 唉唷 高高的月起 然後在墜落時 感受輕微的吃重感 或許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了 怎麼樣 要體驗一下嗎 我的勇士挑戰 OK 現在開始吧 水花很大 所以就單純的跳躍 有 漏掉了 然後還要左右控制 哇然後還要左右控制 S而已喔 可能要再一次吧 剛剛的寶箱都在喔 但是我們沒有達到最高等級 剛剛其實我買的也不夠好 再一次吧 還要進出 可惜 不准备了 OK 喔 SS 啦 好 好 戰藍鑰匙斷片了 我們拿到手了 OK 所以好像都是訓練家會給我們 拿到三個斷片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流泉之中 他的這個 秘境點了 部族的秘境點 OK 我們抵達了 部族的秘境點在這邊 首先我們先把斷面合起來 戰藍鑰匙環 打開 又是拿剩餘物的時間了 哇真開心啊 剩餘物 哇嗚 實在是興奮不起來 這些不是刷副本就有了嗎 為什麼要給這個呢 NANDE DOUCHIDE WAKANAI 這個都完成之後看一下我們的探索度 93 然後 我們再去前往這個 逆靈看的地方 把我們拿到鑰匙呢 也把他解鎖 這樣子的話可能沒辦法100喔 但是接近100吧 也只能接近喔 我不太確定這個地靈看會給我們多少% 因為其實流泉之中這邊好像還有一個迷屋還沒有解開 所以我覺得要100恐怕也是非常困難喔 但是不曉得 總之我們先開開看吧 要是100的話就爽了 要是100的話就爽了 緊張的時刻 我猜是沒有啦 沒有那麼好 100 YES 好那這樣子 OKOKOK這個 勇流帝的探索度呢 我們到達100% 非常的順利喔 還好我真的擔心 差點就GG了 好 好那我非常高興喔 OK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有流帝的整個區域探索流程 非常感謝各位收看喔 我是Mia Kirby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